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OOBOO恰恰 大家晚上好 我就要分享的是 很多觀眾朋友在留言問我的問題就是 請問一下BOOBOO恰恰 你的菲尼克在第四季的初裝 到底是出什麼 我好想知道 那我今天就要分享的是 我第四季目前使用的菲尼克打野的裝備 不時常跟大家分享 目前我使用的奧義 仍然是覺醒精靈和龍爪 如果你習慣一點點吸血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把精靈三顆換成奪萃 因為菲尼克是遠戰可以拉打 所以其實吸血的部分對打野來說其實算還好 我有測試過了 打野的部分一樣是先上三階的打野刀 出物理系的打野刀之後 出聖騎士戰靴 那為什麼我會出聖騎士戰靴呢 因為它多了一個韌性的屬性 韌性是什麼屬性呢 就是當你被控制暈眩或是緩速的時候 然後可以有效減少這些控制的時間喔 那當然如果對面有悟空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 鞋子的話可以出防靴 帶來第三件裝備 為什麼我會出破陣戰矛 它除了可以破甲之外 它提供了很高額的攻擊力 而且它還附帶一個10%的冷卻時間 最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鞋子從 遊蕩者之靴換成了聖騎士戰靴 脫離戰鬥後的走速 我覺得我打野會非常不習慣 所以我需要 一個可以脫離戰鬥 增加我打野效率的裝備 所以我選擇先出 破陣戰矛 接著就出鋼鐵長牆 它的CD 冷卻時間和它的破防 可以幫助團隊打出 高額的輸出 而且是對菲尼克的飛折印記 也是很棒的裝備 而且你出雙穿之後 通常你出到這樣 你打野怪的效率就非常快了 廢話 出那麼多當然 打野怪的效率非常快 那為什麼 我的第四個武器是出 霹靂領冬斧呢 其實我習慣叫領冬斧 因為我之前常常玩魔獸時期 抱歉這個習慣一直改不掉 它提供了1200點 1200點的血量 大家要知道死神之連 它提供遠戰的無敵時間是0.5秒 但是 但是 現在打野最強的是誰呢 就是莫拉 發覺每次在跟莫拉打的時候 它的大絕要刷死你的時候 你的死神之連是幾乎都觸發不了 就直接 呃阿菲尼克就倒地了 所以我出靈動之符 它除了 提高1200點 1200 對不起有口誤 1200點的血量之外 它還增加一個雙防 讓你在被法師 追擊的時候 不會有那麼多的傷害 而且它的被動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讓對方減速 然後增加你自己的攻擊速度 當你出了一個雙防的破 就是破防的裝備之後 你需要適時的去追擊對方 你也可以幫隊友做一個控制 那如果對方的物理系的 傷害角色比較多的話 你是可以把這件裝備換成寒冰法袍 就是看個人的斟酌 但是以目前 法師跟射手 啊 法師跟物理系 一半一半的情況下 我都是出這個裝備 最後一件裝備 出我最愛的龍骨劍 讓我們去 雙破防之後 再來切坦克 這個就是我目前的出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們的 菲尼克的大冒險 竟然上了 發燒影片的第七名 真的是超不容易的 你要知道一部影片能上 發燒影片都是那些 非常厲害的youtuber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傳說對決的影片 能上發燒影片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也是嚇一跳喔 是看到有人發訊息給我 我才知道的 我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進行 我們的菲尼克的冒險 也很感謝大家一路以來 對我菲尼克 專進菲尼克打野的 BBCC的支持 那這個是我目前的出裝 如果你用完之後 有什麼 使用完的心得也歡迎跟我分享 因為我不見得是最好的出裝 但是我會把我玩過 我覺得最棒的出裝 跟大家分享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我這個 菲尼克打野的BBCC 哇 好多廢話 特蘭納斯過來送頭欸 我的老天啊 你以為你跑得掉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就已經殺到一個 無人可擋的境界了 通常遊戲的話 都是打到出到鋼鐵長槍 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其實後面的兩件裝備 我個人覺得還不是很穩定 但是我覺得這樣出的效果 不論是 你被圍毆或是 你在會戰之中能發揮菲尼克的 效率都非常高 因為大家知道 被菲尼克 要怎麼對付菲尼克 就是你 他在打出飛賊印記 打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退後 不要讓他的飛賊印記 在你身上五層爆炸 那真的是非常痛 所以我選擇出 緩速斧頭 來增加我緩 就是可以對他跑代打的一個效率 出寒冰法袍也是不錯 可是他的 因為我菲尼克通常都是 把第二招扣住 拿來位移或是逃跑 所以沒辦法發揮 寒冰法袍的那個冷卻的 冷卻的那個秒數 所以我選擇出 應該是領東戰斧吧 叫的好不習慣喔 增加自己的走速 也可以緩對方的 速度喔 這個裝備我真的覺得 其實跟菲尼克蠻 蠻搭的 對面 完全沒人來守凱撒喔 那我們就把凱撒給收下來囉 666666 12級偷偷吃凱撒 哇塔拉好像要過來 從小地圖來看塔拉過來 不過已經來不及囉 過來送頭吧 塔拉 塔拉塔塔塔 I love it 好不標準的發音喔 有人知道我剛剛在唱什麼主題曲嗎 你知道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分享一下喔 絕對沒有自助行銷 是因為我今天 早上就是吃那個 你懂的 那個字 你和我知道 好啦 蘿兒現在已經 被我們追著打 我們有凱撒之力 很快就可以結束這場遊戲喔 不知道大家今天在停電的時候都在幹嘛 其實我今天停電感觸很大 我在路上的時候看到交通就是一個大打節塞車 我住台中喔 就叭叭叭一直在叭 然後看到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 警察 交通警察在路上指揮耶 真的超辛苦的 你知道那麼多地方要停電 同時停電 要出動多少的交通警察 與警察才能維持住我們的 就是 算是社會上的安全 電真的非常重要 看到他們 在那邊 非常的辛苦 然後我走過馬路就有跟他說 跟他有 算是敬禮說 欸警 警察大哥你辛苦了 然後他們也是 面帶微笑的跟我 打個招呼 這個樣子 真的是蠻辛苦的 哇 那個 這就是我菲尼克 第四季的出裝 和一些我最近的小心得 真的很感謝大家 雖然我們要上十萬了 不過 如果你有什麼心得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欸 比賽應該還沒結束 這樣講結尾實在是有點太早了 應該是推的進去喔 因為我們現在有凱撒之力 就裝備出的差不多了 其實也 隨便打都打的 他們不要不要的喔 目前我還在 希望這一季能嘗試用 菲尼克 單排上S 是我這一季的目標啦 嗚 那這就是我的 第四季的 菲尼克的出裝 及奧義 奧義在左下 下角 出裝在右上角 如果你對這出裝 有什麼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你 謝謝大家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 喜歡與分享專精菲尼克打野的 BOOBOO CHA CHA的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